欢迎回到课堂 我们再把刚才这个流程给大家捋一下好吧 这个图片 首先 这个左侧的是我们的 Client的用户是吧 最左侧是不是用户 别说话了 他在访问我的哪个机器 这是哪个机器 这是10.18.40.100 这台电脑 是不是 他在访问我的这个100这个机器的时候 他访问的是我哪个进程啊 我远程提供 提供远程服务的这个进程 SSHD进程吧 这个进程呢 当然我们可以不改变它的Local5 我们可以直接 还是使用原来的 OSPRD是不是也可以 在这边呢 我们说既然SSHD给我们留了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去为他选择一个新的 日制设备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为SSHD选择了一个新的日制设备 叫Local5 明白 因为Local5是属于 自定义设备 进程可以选择 另外至于输出的消息是哪种级别 给我们没关系吧 我们是没办法去控制 能力了吗 好了 我们就以Local5为例 Local5为例吧 然后这个设备呢 比如说他输出的一个音货的级别的消息 他给我们本地的哪个进程 AccessLogD进程是吧 AccessLogD进程这边呢 他会 这个在他的配置文件当中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Local5这个设备的所有级别的日制 是不是放到一个本地的文件当中 我说的就是本地好吧 是不是一个本地的文件当中 也可以怎么做呢 通过什么方法 Add 这个是UDP的方式 没有吗 也可以写一个叫什么 也可以写一个 Local5点心 然后使用什么 Add Add 到10点 18点 多少 42点 100 那么也就是说 无论是 无论是使用上面的UDP方式 还是使用下面的什么 TCP方式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将日制发给什么 发给远程的服务器吧 发给哪个服务器 这边写得很清楚 是不是发给10点 发给42点 这不是写错了 这 你们没提醒我一下 不影响任何的美啊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美丽 好 下面我们你看 是不是发给了我们的远程102这个主节 我说我讲了这一块是我们运营人员比较关注的一部分 那我们已经将我们这边呢已经选择了将什么 将这个日制发给102主机是吧 当然前提是他得做好接收的什么准备 这是一个这边做好的是接收 那怎么接收呢 我这段打开的是支持UDP协议的方式接收吧 对不对 上面两行这是注释去掉就可以了 前面有个注释之前打开UDP接收 然后紧接着呢 但我这边写的不对 这边如果要按这边写的话 就是 OK 如果按照左侧写的话 那么送过来的是Local 5的设备 而且大家刚才通过抓包也发现 他送过来的是什么呢 他送过来的是Local 5的IFO这样的消息吧 还记得吗 刚刚我们是不是他送过来的是Local 5的IFO的消息 那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对Local 5的消息 这个设备的消息进行处理啊 怎么处理 我放到了WAR LOGO下的100点LOGO里面 看见了吗 那名字是你自己写的 为了能够看到效果 各位如果没有做这几步 没有做这几步 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通过抓包看到 日志不断的给送过来 但是我们没有理会 能力明明吗 我们并没有对他做任何的这样一个理会的动作 因此我们通过打开 对UDP日志接收这样一个功能 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防火墙的这个UDP514这个端口 是不是 并且呢我们也定义了对Local 5这种日志设备的消息 如何做一个什么相应的一个action 做一个处理 好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最后大家看到 当一个客户端访问我们的SSH的时候 虽然说访问的是哪个主角 一般产生的哪种设备的日志 Local 5的比如说EVO的日志 是不是写在哪呢 是不是 然后看本地的Access LogD进程 是不是发到远端去了 而发到远端去 对方也打开了接收 并且对Local 5的设备的日志进行的相应的处理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 看到了吗 那么102这个服务器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什么服务器 叫做远远程的日志的一个 或者叫集中式的什么 日志接收服务器 那各位我们看到 刚才是哪个主机把日志发过来的 是哪个主机 100 那能不能200或者其他主机也发过来呢 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那里面吗 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不能不改 不去改这个Local 5 能不能 那如果不改Local 5的话 SSH产生的日志设备是哪个 所用的日志设备是哪个 OSPRV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 直接将OSPRV这个位置改掉 就改成哪个 改成那个 到10.18.42.102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连写都不用写了 为什么 因为它原来本身 这个试补机已经有对OSPRV日式的处理方式 好 我觉得呢 如果没有这个图的话呢 你不画一下的话呢 你可能很难 这个你又看不见 这个图 它这个大小 放了放了 放到FTP上面呢 对 下载你们看 好吧 这个文件我已经放到FTP里面 这不是吗 保存一下 替换一下不就可以了 有了 好 能看别人吗 当然我们在后面有更好的日日接收的方式 能看别人吗 我们有更好的日日接收方式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日制的一个整个接收和处理的流程 好吧 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 设备 Facility 是吧 一个叫 Level级别 不过这两个玩意儿呢 通常都跟你 没什么关系 你不能定义它 你不能控制 你只能说 怎么去处理 是吧 怎么去记录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主角还是主角啊 主角 是 R6 log D这个进程 OK 它做的不是前面 它做的是这一部分 甚至是后面这一部分 明白吗 好 干的是这活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R4 log D进程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 日制大到一定程度 我们要对它做什么 轮转 那么这里呢 我们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机制 跟这个日制的管理呢 不是日制管理 跟R4 log D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好吧 就下面我们介绍了这个叫 Local Rotate 叫日制轮转 或者叫日制切割 好吧 所以虽然说我把它放到一块了 但实际上呢 这两个 没关系 好吧 它可以轮转什么呢 什么叫日制轮转 就是达到一定的大小 或者一定的这个时间 我们对它做一个切割 产生一个新的日制 是不是 好 我们可以将一个文件 任何一个文件都可以切割 就是它是一把闸刀 你给它放一个文件 它可以卡 砍死 你给它放一头猪 它可以砍掉 把你放上去 一样是砍 只要是个文件都可以砍 好吧 所以理论上讲 这个Local Rotate 它所针对的文件 不一定是什么 我们的日制文件 也可以是我们在后面讲到的 NJX或Apache的日制文件 好吧 都可以 就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用来做日制轮转的一个工具 当然有些进程是自己自带光环的 就自己本身就带了这种日制轮转的规则和方式 但有些进程是没有这个特性的 所以我们别忘了 当你最后 比如说没办法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还要记住什么 有这样一个叫Local Rotate 这样一个工具在等着你 明白 它可以帮你的做这些轮转 那有人说没有轮转怎么样 猪越长越大 最后你都打不过了 是不是 还有树长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轮转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吧 对吧 首先这个轮转了 它也不是独立运行的 它是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的 看到这了吗 在每天每天执行 有时候每天两个点执行 不知道 因为每天执行是谁来控制的 是 阿拉 CRO是吧 所以不知道什么执行 打开这个文件 瞧一下 看一下 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Local Rotate 这里面其实就一句话 就这条命令 不 sorry 就这条命令 就是一条轮转的一条命令 执行这个Local Rotate 后面呢 加了一个状态文件 状态文件呢 说白了就是检查 状态文件是什么东西 可以看一下 哪个世纪曾经在何年何月何日 轮转过 就是最近的轮转的一个时间 没有吗 你不用死了 你去年刚死过 这个人得死 他有好多年没死过了 这是上一次轮转的什么 一个时间 好 刚才是指定轮转这个状态文件 另外呢 EDCLocal Rotate.comfo 是轮转的规则 这个轮转规则是什么意思 刚刚我们讲过 人可能是100年轮转一次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还有什么动物 狗的话呢 是十几年 是不是可能呢 狗一半的活十几岁 十几年轮转一次 是吧 轮回一次 然后浮游是每天轮转一次 明白 所以那到底该哪个文件该轮转 多少钱轮转一次呢 这个是看这个规则文件 也就是说 每天有crown 有anacron 会去执行这个daily里面的什么 轮转的规则 其实轮转呢 轮转的命令 这个命令 就一条命令 这个文件就一条命令 就是logrooted加状态 加什么 轮转的规则 规则文件 有的人会说 那我要是现在想轮转怎么办 现在就轮转 就立马你手动执行 是不是可以 你不要等到所谓的多长时间 一天或者多长时间吧 你可以手动轮转 好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关于logrooted的一些配置 logrooted我刚刚讲过 是通过计划任务来每天执行一次 是吧 在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条命令 就是它 logrooted 这个状态文件 这个命令加不加也是默认的 OK 后面呢 配着文件 这是它的主配着文件 最核心的就是这条语句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它那个规则文件 EDCR的logorooted的D logorooted点什么 convo 这里面它告诉你 要看详细的信息的话 可以慢一下 logrootedfordetails 是吧 看详细信息 好 第一 轮转的一个周期 多少时间一次 一周 看到吗 然后 并且保保保保那个 保留的这个 备份的日志的数量是几个 四份 完了以后 在轮转旧的以后呢 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文件 空的 是吧 create 创建 另外呢 使用日期来作为 轮转以后的文件的 后缀 suffix 看到吗 另外 轮转以后的 要不要对它进行压缩 如果把这个注视去掉的话呢 就每一个都会 红色的那种压缩格式 压缩 另外 大家发现 还有一个是 有一些 阿片包 安装的一些软件呢 它们呢 会在 etc logrooted.d 目录下 会有自己的一个 专门的文件 就是换句话说 在etc下的 logrooted.d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会被 包含到 主配文件当中来 也是规则文件的什么 一部分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其中呢 有一些文件呢 是在这边定义的 举个例子 它的语法非常简单 比如说 它定义了 VR下 logo下的 WTMP 看到吗 这是它轮转的规则 这里面 比方说 它多少钱轮转一次 凡是这里面 没有写周期的 就按照全局周期 上面那个周期 全局是多少时间 一期 一星期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 多少时间一次 那就以这儿为准 轮转以后 创建一个新文件 是吧 上面是不是只是 创建一个新文件 并没有写权限 下面创建一个新文件 优名root 就是那个不是用名 叫什么 属主root 属主呢 是UTMP 全线是0644 那什么时候轮转呢 多少时一次 但至少得一兆 相当于猪 一年一杀 但是杀的时候 发现那个猪只有50斤 那就不能杀 至少得100斤才能杀 一般啊 对一般 对一般200多斤 一年的猪一般200多斤 我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是因为 我们家每年都杀猪 亲自杀 不是亲自杀 这个看着被杀 还是 心疼 杀完以后 立马晚上就炒肉吃 对 就是意思是说 你要活成猪链的话 也是在别人眼里 是被随意的宰杀的 OK 猪干什么呀 什么都不干 像牛一样吗 吃了睡睡了吃 猪有宠物猪 现在倒是 我说 说这个吧 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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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月一轮转 但是至少得 最小得一兆吧 否则那个 我念一共就两K 有什么好轮转的呀 轮转的意义何在 目的何在 不就是为了 变小一点吗 对吧 或者是 当然有 也有了按天轮转 每天一个文件 是吧 如果那个文件都空的 有什么好轮转的 然后 保存分数几分 这个文件没那么重要 比方保存一分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文件 怎么办规则呢 这是每月一次吧 创建一个新文件 还有它的 备份一份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吧 这个文件如果没有发现 也不会报错 这叫丢失不提醒 这边有 我这边给了明确的 明确的这样一个动作 看到吗 全局 轮转周期 保留四份 日期作用后缀 是否压缩 包含目录下的文件 这是对该文件 轮转的方法 是吧 一月一轮转一次 最小达到一兆才轮转 最后创建新文件 并收拾权限保留一份 丢失不提示 每月轮转一次 创建新文件 并收拾权限 看不懂的话 看后面中文好吧 这是轮转的规则 上面是全局的 什么叫全局的 假如说你里面 你在这里面没有写什么 没有写日期作用后缀 那我给你 是吧 你要写了轮转周期 我也写了呢 你要是没写呢 是不是以全局为准 要写了呢 那以你的为准 是不是这样子 好 OK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下面呢 我们有四个 还是五个例子 看一下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轮转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本例子啊 看好 我刚刚讲了 有一个地方呢 有一个地方的文件 是包含建的 轮转 哇 logo下的yam.logo 先说这是什么文件 OK 是不是日志文件 yam的日志 yam的那个日志文件 好 我觉得轮转也有必要性 它原来的是在轮转 这个是注意 上面这个是要被轮转的文件 其实写到这儿的 是不是写到这儿的 这个整个是轮转的规则文件 就是按照这个规则 对该文件进行一个轮转 没有吗 好 刚刚我们讲过 这个是在主配的文件里面吗 主配的文件是不是这儿 但是实际上还包含什么 edc edc下的 logo rotate.d下的所有文件 其中包括我们的yam文件 看到吗 好 打开edc的logo rotate.d下的yam 这个文件 大家看到 目前的轮转的规则 这是它目前的规则 轮转谁 其实这里呢 我要声明一下 这个文件叫什么 完全不重要 明白 就是这个轮转的规则 文件叫什么都不重要 反正是 无论你叫张三还是李四 都会被包含到哪去 包含到主配的文件里面去吧 我要的是你的规 里面的规则 而不是你的名称 所以好多人会误会说 老师 是不是这个文件的名 一定要yam呢 随便 好吧 一句话 凡是哪的 edcr的logo rotate的点什么 地下的所有名字 各种各样的名字的文件 都会最终被包含到哪去 包含到我们的主配的文件里面去 能听懂吗 各位 所以你叫什么 无所谓 我要的是你里面的规则 这话能听懂吗 好 丢势不提醒 空文件怎么办 这个空文件还轮吗 不轮 这个空文件还通知什么的是吧 这边我们暂时把它去掉 然后 刚才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叫meansass 是吧 还记得吗 是不是最小一招 现在变成了sass 这个和那个meansass和sass 有什么区别呢 细心的同学可能看出来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个这一行 和我们这行不同在哪个地方 主要前面多了个me 多了个mean 看到吗 这是最大的不同 到底什么意思呢 好 先告诉我 按照原始的规则是 一年轮转一次 但是有些猪涨得过快 也不得不什么 不杀 先杀 先杀 到一年没准他撑金呢 一定要 一定要 可以先杀 这个meansass表示 至少就达到那么多 而sass什么意思呢 只要哥们你达到了 不是哥们 那个猪 猪 我说是猪 只要这个猪达到了 这个30k 30斤 30kG啊 60公公斤 然后我们就杀 要不打 打不到怎么办 一年肯定也杀 哎 妈有些猪吃到不长了 那很正常啊 白叶尔猪是吧 你看咱们 咱们有些人 有同学长了 二十多年了 你看还瘦得不了了 那个 总 总之这个 明白了吗 sass什么意思 他俩的关系 什么关系 货的关系 要不一年 要不30k 好 明白了吗 好 那我这边呢 为了做演示呢 我把这个 稍微呢 给大家 注意掉一下 我加一个 他有写轮战 轮战保了几分吗 有说吗 三分吧 权限呢 我刻意给他改成 这样吧 我还是 还是注视一下吧 这样的话 不要乱改 好吧 原来还不回去了 麻烦了 但也没关系 是不是这意思 好 请看 告诉我 怎么讲 这个 丢失不提醒 没有话也没关系 没有话 轮转的时候 不报错 就当你不存在 对 每天轮转一次 保留三分 还有什么 这个事情 不要在我机上做了 这个太危险 我在他机上做 不是 我那个视频服务器 搞坏的话 你们要看不成 怎么办啊 是不是 什么事都一大酒一重啊 那虚拟做都不好啊 明白 现在 请注意看 我现在改好以后 看这里啊 我这边把测试过程 给大家写了 用视频用logo 的和我们加 主配的文件 我刚才改的是 主配的文件吗 不是 但是可以 ink路的包含进去 我们大多数服务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有主配的文件 还有什么 还可以再包含一些 额外的配置文件 对不对 就是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主配的文件里面去 这样的话太麻烦了 好 在轮廉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日志文件 不 看一下 现在的什么 现在我们的 哇 logo下的 yam share 现在有几个 告诉我 有几个 有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 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 它的那个 记录的那个什么 日志文件当中 它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轮转的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在哪儿我们看啊 这个文件在哪儿我们看啊 这个路径跟那个有点不一样 少了一个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Logal Rotate 上次是2017年8月5号轮上了是吧 那该了吧该不该现在 该要不要改时间要不要改 这是当时改的时间好吧 现在 9月1号吧 好我们不用改时间 因为你上次轮转已经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怎么轮呢 就这个命令可以了 看Logal Rotate 按照主配的文件哪个 Logal Rotate.com 注意到了吗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日热文件 有几个 怎么还是一个呀 后续肯定带到日期吧 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是没有加那个 是没有加那个-S 哇 Label下的 Label叫什么 Label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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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变化 它跟6不一样 6可以不用写 但现在要加这个状态文件 明确加状态文件 好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加了一个状态文件以后呢 就可以了吧 是 就手动的 自动的话它也会加状态文件吧 好 我把这个补上 那段-S 这段补上 这儿是吧 好了 是不是手动轮转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是不是已经多了一个文件 而且新文件轮转以后是不是全是777啊 老文件呢以这个什么日期最后对吧 那我问他问大家现在如果再轮转会轮转吗 没有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是空的 这个空的倒可以解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空文件是不会 看我故意把它去掉了是吧 换句话空文件我也 我也要什么 要轮转 但是没有轮转的原因是日期 今天是 是刚刚轮转是不是14号 我们给一个 那叫 叫叫什么 data 月日十分 08 16号吧 多一点 现在是16点 29分 好吧 现在我们再来 轮轮转一次 轮转一次 看到了吗 是不是出来个新文件 当然违背了我的原则 空文件轮转是不是没有意义啊 所以呢 人家原来有一条规则叫做 空文件是不轮转的 这个原则是可以可以保留的吧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轮转的一个一个过程 你可以通过改时间 然后来看一下轮转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里呢 我们看到 他在轮转的时候是要加上 那个叫 刚什么 而且我们在他原来的那个 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发现他是加好的吧 好 好看啊 这个能看别人吗 手动轮转只是我们用来测试的 并不是我们真要这么做 那同学轮转几分还记得吗 几分 来 来我们改成8月17号 然后再来轮转一次 但没有15号 是因为我没有改这个天 是吧 14号16号17号 然后如果再轮转会怎么样 你告诉我谁没有 14号的是不是该消失了 他就没了 因为只保留几分 好 见证奇迹的时候 到了 轮转轮回就没了 十保留三分啊 没说保留四分啊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要写的轮转规则 轮转实际上是谁来做 好 轮轮实际上 给我们没关系 是由计划任务来做的 对 他每天都会做 我们只要第一号 哪个文件该如何轮转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去写那个 不需要去干嘛 什么所谓的首度轮转 这个不需要 明白 全交个计划任务就可以了 好 那我如果我们再轮转呢 各位告诉我 谁会没有 啊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因为我没有改日期 他发现最后一天轮转就是当天 所以不会轮转 没有吗 那这个原则是要坚持的 每个人都是有底线的 对不对 这是他的底线 好 我再轮转一次 还是什么 还是不变 看懂了吗 各位 好 那各位看这里有一个 下面一个事例 这个事例呢 是 EDC Logo Rotate 点地下的这个叫什么 点地下的Message 这个文件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文件啊 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在里面呢 去写上Message轮转的一些规则 各位看一下 这个很明显是对于哪个文件轮转 Message文件是吧 是不是轮转 但是这里呢有个东西要说明一下 除了他以外还有个叫 R44 叫Syslog的文件 里面就有Message 看到吗 所以这两个是相对于冲突了 我把这个地方暂时先给他 去掉一下或者注视一下去掉一下 就我单独写一个对 Message文件的一个轮转 好这个文件轮转 你看我做了什么事啊 现在 我来给 我给这个什么 Message文件 加上一个什么属性 A属性 有人还记得这个属性吗 好 这个属性就是的文件 只能被追加不能被删除 也不能被常规的写入 对不对 但是对日志有没有影响 你看logger 我写随便写一个 logger 随便写一段话到里面去 写进去了吗 没有吗 没有话你看下面是不是有啊 说明写是可以的 因为我这种日志写入 本身就属于追加 所以可以写入 对不对 但是呢 轮转就轮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轮轮轮转是把原文件相当于删除了 是不是能不能到 那怎么办 现在如果说你只是写什么规则 如果你只是去写那个 轮转的规则 不是他是那个 Message是吧 如果你仅仅现在去写轮转的规则 把这单注视掉啊 好 我相信各位这个人看得懂吧 这什么意思 每天轮转一次 这个不是缩进啊 这是有没有都可以啊 创建新文件 丢失不提醒 保留5份 看懂了吗 但是轮转会报错 为什么 因为那个文件删不掉 因为它有一个 有一个-A的属性 是不是删不掉 那我们试一下好吧 我们把时间其实改不改都都可以 我们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谁呢 Message 在1Level下的 LogoRotate 下LogoRotate 它是8月14号轮转的 按理讲今天应该 应该是18号了哈 按理讲是不是可以轮转了 好的 LogoRotate-S 哇 Level下LogoRotate LogoRo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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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对EDCR 的LogoRotate 的点 Confor Permission 那 那个Operation 那的Permeter 正常的呀 是不是就出错了 是不是你曾经那个想法就 失败了 曾经我们想的是 我们给这个文件一个什么属性 一个A属性 为的是怕我们不小心误删除 但是也会给你的轮转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阻碍 是不是 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 就是在 就相当于这个猪有一个棉死金牌一样 你杀不掉 很简单怎么做 先把棉死金牌给它拿掉 然后轮转完以后再给它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解读 我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来 杀是因为它太大了 我给它的下一代 好吧 好 这边有一个叫Pri 前面的吧 Post 什么意思 后面的 Rodded End Script 结束脚本 End Script 结束脚本 轮转之前 先剪掉它的属性 轮转之后呢 夹上 看到了吗 嗯 请看 yes 哇 Logos Logos Logo下的 mathematics 是不是有啦 LS ATDR Logos Logos 是不一样有这个属性 对吧 这就是 我们可以在轮转之前做一些事情 轮转之后做一事情 有人说老师这部分无聊吗 第一我们刚刚做的这个事情 好像没有那么无聊吧 这是起一 其二呢 多多少少是有点无聊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问题是为了下一个问题 好吧 好请大家看 主要我在那个这个位置 把那个message 它原来在哪 原来message轮转的定义在哪个地方 就是建议大家怎么做 建议大家 建议测试时怎么做 先把什么 测试时先把这个 不是先把 EDCR的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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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的 sys logo中 messages 这一部分什么 先删掉 否则的话 它两个地方都有啊 这不是冲突了吗 这儿说这么杀 那儿说那么杀 等到怎么杀 你最好杀的方法 你给我来个痛快的 这 一个说要吊死 一个说要淹死 就给一种 行吗 好吧 不要 你看相当于 你在我 我本来想是单独把这个message拿出来 让他给他个死法 是吧 结果他在 那个文件当中也定的 他怎么死 是吧 我就单独拿出来 是不是可以了 明白 好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就是 ETC下的什么 Logo Rotate D下的 syslog 对不起 这个意思是 好的地方打开了 这打开过了 你打开过了吧 好 看到了吗 各位 这里面 我把那个message 是不是删掉了 这样做不道德的 挺啊 这个 你看这个文件轮转很奇怪啊 第一 这是对一堆文件进行轮转吧 这是对一堆文件进行轮转 然后丢失不提醒 然后脚本 这个供应脚 那个什么脚本 然后最关键是这块 轮转以后干点什么事 轮转以后干什么事 这是什么信号 说 信号几 就是重新加载 或重新加载的命令吧 信号吧 那为什么这么做 先说 这是哪个地方 这个没有什么蓝的 这是这个进程的pid 这个进程的 这进程的pid 哪个进程 slog进程pid 为什么这样呢 看 这两个引号 不是单引号 是什么 反引号 先执行吧 先告诉我 这道 这是获得什么 谁的pid 这什么意思 连起来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这个PID不存在 有没有可能 有就是该进程没有启动 那么很显然如果没有启动的话 这个命令是报错 但报错了也不显示 未来好看嘛是吧 能听懂吗 那假如说这个动作的结果 是不是就获得了一个所谓的什么 是不是获得了一个PID 然后给这个PID发一个什么信号 一信号干嘛 是不是让他重新加载一下 目的是想让那个SysnogD说 哥们你那些文件轮章以后 你重新读一下新的了已经是 知道吗 是不是已经新的了 好那为什么还要在这加一个2 这个就这个follow 有没有看这么长这个 来告诉我 这个命令有没有可能没获得PID 有没有可能 他自己是是不会报错 但是呢 我这个kill命令会报错吧 我相当于我kill命令杀了个鬼 你看 相当于什么意思 kill-1后面加了个空 是报错啊 所以为了好看怎么办 为了好看 哪啊这是 为了好看 我来这条命令也加了一个不报错的命令 看到吗 就总之最后这个命令执行的是成功还是什么 不成功 都不会报错 是这意思看了吗 都看怎么个 好我知道有点绕 你那一步一步分解看看 这一步什么意思啊 获得什么 哪个进程 哪个进程 syslogd 进程的PID吧 由于历史原因 它叫syslogd 本来现在叫什么 叫rsyslogd吧 由于历史原因叫syslogd 好吧 原来的在以前的版本当中叫syslogd 现在没有这个点没有改过来 OK 好 就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是这样希望的说 这个syslog兄弟 你下面读的那些文件 已经什么 已经改过了 你要不要重新 加载一下 好 那各位 这条命令是不是总的来讲就是 重新加载的意思啊 但有一个问题 这条命令如果报错了呢 如果失败了呢 有没有可能失败 失败的话 是不会显示什么 是吧 是不会报什么 但是不好看啊 脸上不好看啊 你得个自己找个借口吧 所以有一个什么呢 叫竖线 竖线 两个竖线什么意思 当前一个命令执行什么 失败 我就执行 处是干嘛的呢 处是干这儿的 永远返回为真 看到吗 执行处 永远返回为真 就相当于这个意思 如果前面你是成功了 那我不执行 你成功是不是已经返回为真啊 那如果前面失败了呢 我哪怕是搞一个处 这种成功 这种成功我也要整一下 看到吗 这个命令有点绕是吗 这道命令意思就是说 反正总的意思啊 你别看了吗 不会想那么复杂 总的意思是给谁 给 assyslog进程发一个重载信号 就是告诉说兄弟 你下面那小伙子已经改改变了 你要重新加载一下 就这个意图 这是总的一个原则 好吧 至于里面的细节呢 你慢慢去看吧 好吧 这个是获得PID的命令 也可能会失败 因为进程没有起 是不是就没有PID文件 那么如果获得 没获得到呢 那么这个命令 是不是会失败 而如果这个命令失败的话 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 是不好看啊 或者这个整个程序 是不是就返回一个失败啊 所以怎么做 那我们就处一下 总之就无论怎么样 这个程序 返回始终是最后是成功的 对不对 就是成功的 有 因为有些程序啊 它的成功与否 对后面是有影响的 OK 下一个程序就会通过它来判断 我还能 还要不要往后走 其实我们知道 它要是没有重启 而不它要是没有 这个SyslogD没有起来 起来是吧 那我一样要往后走 我一样 我的LogoRotate本身是什么 这条命令如果失败 那不能代表我LogoRotate的失败啊 对吧 就是这条命令就算是失败了 就算那个Syslog进程没有起 我LogoRotate的进程 本身是不是 这个运行这个过程是成功的 所以最后总要保保保保保证我LogoRotate的进程是成功的 OK 这样的话LogoRotate的一看我是成功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能 也许能理解 好 我知道理解的可能没有那么深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